第八章 禁吃制偶像之物 这人乃是上帝所知道的 轮到吃制偶像之物 我们知道偶像在世上算不得什么 也知道神只有一位 在没有别的神 须有称为神的 或在天或在地 就如那许多的神 许多的主 然而我们只有一位神 就是父 万物都本于他 我们也归于他 并有一位主 就是耶稣基督 万物都是借着他有的 我们也是借着他有的 但人不都有这等知识 有人到如今因拜惯了偶像 就以为所吃的是制偶像之物 他们的良心既然软弱 也就污蔑了 其实食物不能叫上帝看中我们 因为我们不吃也无损 吃也无益 门徒不可借自由成别人的半脚石 只是你们要谨慎 恐怕你们这自由 竟成了那软弱人的半脚石 若有人见你这有知识的 在偶像的妙女座席 这人的良心若是软弱 岂不放胆去吃那制偶像之物 因此基督为他死的那软弱弟兄 也就因你的知识沉沦了 你们这样得罪弟兄们 商了他们软弱的良心 就是得罪基督 所以食物若叫我弟兄跌倒 我就永远不吃肉 免得叫我弟兄跌倒了 请不吝点赞收兵 请不吝点赞收兵 条文章